追陪你竹风飞翔,我为争强好胜这对CP操头了心。 沈正一和邵北生兴趣爱好相同,不在一个项目的训练,避开了搭档不能谈恋爱的坑,天定的缘分呀,他们谈恋爱简直是天作之和。 可是沈正一的性格真的是人如其名,全身心听事业,对摆在眼前的爱情视而不见。 邵北生更是搞笑,追爱就直求一点,还用假恋爱来打掩护,结果误会摆出。 我想问沈正一,哥们能像对待女朋友一样呵护你吗?会在你劲敌男朋友的面前为你撑场吗? 会在你跟异性见面的时候吃醋吗?而且你也知道身边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她,你心里就不酸吗? 如果你只是想报答她,帮你打扫训练场地的情谊,那无论是帮忙铲土,还是义务擦冰刀。 这么多次也该够了,一边害羞,不想继续跟邵北生演情侣,一边还随叫随到,任由她呼来喝去。 凭什么呢?按时送早点,吃饭做一桌,这都没什么,也容易装。 关键被拿来做挡箭牌,成为整个竹风队女队员的假想情敌,代价未免付出的太大了。 要是真的情侣,被嫉妒也值了,关键沈正一没当回事。 对爱情有些木讷的沈正一,现在还想并向训练,这是想要事业占据自己整个生活,更没有心思考虑谈恋爱的事情了。 此时追剧的我,比邵北生还要着急,急着训练还不算忙,抓紧点醒沈正一啊。 这有猪落了这么卖力的CP粉,一旁撮合,有取值,这个超大瓦数的电灯泡照亮,争强好胜,必须在一起。 我还幻想着庄月,夸赞沈正一的抢面呢。 说了这么多,沈正一她之所以没把谈恋爱这件事情放在心上,始作勇者还要怪邵北生。 就是她一开始定的基调不对,用假恋爱做幌子,想培养成真恋爱的样子,这种办法对一根筋的沈正一不好用。 奉劝邵北生不要老是拿自己是沈正一男朋友的身份显摆,不要老是逼迫沈正一做这做那,越是不情愿的附和,越是让她觉得谈恋爱好累,造成一种假恋爱都这么糟心,这还真不是谈美妙的错觉。 还有一点,邵北生真的太招桃花了,第一集就有刘亦菲,就有刘飞,为了光明正大的跟她谈恋爱,毅然的退出竹锋队,断了自己的花花梦。 紧接着就有替补崇拜者肖青登场,还有跟沈正一统一宿舍。 她要是再不想点办法,让沈正一明白自己的爱,我怕让肖青沉寂而入,给周围的人都带来麻烦。 有这种担心,是因为沈正一身边的教练,一个是邵北生的妈,一个是肖青的哥,裙带关系难搞呀。 我觉得实在不行就隆重点,比如当众表白,让其他惦记邵北生的女孩子大笑念头,让沈正一受到震撼,把她的木纳劲去掉。 不要身不由己的杜作挡箭牌,装明正大的,行使正牌女友的身份特权。 看个励志剧,本想跟着学习点花冰技巧,提前感受一下冬奥氛围,结果我还是被自己的情感带跑偏了,跑得比邵北生还偏,一门心思就剩下课CP和分析情感了,大家不要学我呀。